大家好 今天奥特之父要来饮料贩卖机买东西了 他拿了一枚100块钱的硬币 奥特之父把硬币投入到贩卖机里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他选择了第三个蓝色的按钮 贩卖机好像掉出来了什么 原来这是popcorn popcorn是爆米花的意思 正好奥特之父肚子饿了 他一口就把整罐爆米花吃掉了 诶 饮料贩卖机还掉出来了一个红色的奇趣蛋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原来是一个迷你的手指人偶 这是哪位奥特曼呢?你们知道吗? 他有两条长长的辫子 奥特之父看起来好开心啊 这里还有两个奥特胶囊 这会是哪两个奥特曼的呢? 原来是奥特之王和赛罗奥特曼的奥特胶囊 奥特之王发出的是七彩的光 赛罗奥特曼发出的是蓝色的光 奥特之父不但买到了好吃的爆米花 还有这么多玩具 他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听说有好玩的饮料贩卖机 乔特也赶过来要买东西 他也拿了一枚一百块钱的硬币 吊出来的会是什么呢? 这个上面有七个小矮人的图案 然后还有白水公主呢 上面的英文是corn soap 就是玉米汤的意思 看起来好好喝啊 嗯好好喝啊 乔治喝完了玉米汤 感觉还有什么惊喜玩具会出现 放卖机又钓出来了一个惊喜玩具 这好像是一个蛋 这里面会是什么玩具呢? 这里有恐龙的图案 这里面应该是乔治最喜欢的恐龙 这里面的恐龙好像有很多个种类 有这么多呢 那我们抽到的会是哪一种呢? 这个玩具还需要我们动手组装一下 乔治抽到的这一只恐龙是什么恐龙呢? 让我们动手来组装一下 这是恐龙的头 然后这是恐龙的手 再把恐龙的身体组装上 这里好像反过来 接着是恐龙的脚 最后是恐龙尾巴的部分 这样子我们的恐龙就组装好了 那你们知道乔治抽到的这一只恐龙是什么恐龙吗? 他的头有长长的脚 乔治买到了他喜欢的恐龙玩具 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哈哈哈 这不是乔治吗? 这么巧啊 我们一起来玩玩具吧 贝利亚突然出现 他还攻击了乔治的恐龙 贝利亚把乔治抓住了 乔治的恐龙也被打伤了 诶 这里怎么有一只受伤的恐龙 看起来伤得好严重啊 让我来帮助一下他吧 汪汪队的马毛在回家的路上 发现了这只受伤的恐龙 他想着 只要把他组装起来 这只恐龙应该就可以复活了 还差一点 把尾巴装上 应该就可以了 这时候恐龙复活了 他告诉汪汪队的马毛 乔治在回家的时候 被怪兽抓走了 毛毛感觉到乔治有危险 他又和恐龙一起去救乔治 他们来到贝利亚这里 想要救回乔治 原来又是你贝利亚 快点把乔治放了 原来是汪汪队 想来救乔治 先打赢了我的怪兽再说 贝利亚召唤出了一只大嘴巴怪兽 他一口把恐龙吃掉了 这 这是什么怪兽 好可怕呀 竟然把恐龙一口就吞掉了 猫猫找来了奥特之父帮忙 又是你贝利亚 又在这里做坏事了 快把乔治放了 这样子 我就放过你还有你的怪兽 谁放过谁还不知道呢 打赢了我的怪兽再说吧 这时候可怕的大嘴怪兽又出现了 他想和上次一样 可是奥特之父一拳把怪兽打倒了 怪兽又站了起来 他要做什么呢 原来他把吞掉的恐龙吐了出来 别高兴的太早 我还有更强的怪兽 贝利亚召唤出了一只超大的怪兽 这只怪兽看起来好强大呀 他一拳把奥特之父打倒了 让我来借用赛罗奥特曼的力量 奥特之父拿出了赛罗奥特曼的奥特胶囊 奥特之父得到了赛罗奥特曼的力量 变成了捷刀奥特曼的好勇形态 他用尽全力 一拳把大怪兽打倒了 还有你贝利亚 终于贝利亚和怪兽都被打倒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们下一次再打过 赶紧来看一下大家怎么样了 太好了 大家都没事 再来 脑都把aper 小猫 谢谢汪汪队的猫毛 救了我的恐龙 谢谢你们 猫毛说 又谢谢奥特曼才对 谢谢你 奥特曼 大家都没事 太好了 那我又去打怪兽了 毛毛和乔治开开心心地玩到了一起